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从公民社会 民主制度的这种参与 来做这样一个政见的调查 那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调查结果来跟社会发布 那当然这也是选举的一个过程 那就请我们刘靖修会长来做一言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这么早就来 那当然这次的选举 尤其县市长的选举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改变 那改变的话呢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说台湾社会的改变呢 除了经济问题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环保的这一个核保联盟呢 就邀请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社会团体 或是环保团体共同来要求县市长 来签署这个环保的证件 那从签署的结果呢 我发现了 有些有气的现象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第一部分呢 是有关核一核二核三研议的问题 还有核四是要停建的问题 结果我们发现了大部分 当然有少部分的国民党不是啦 大部分的国民党 县市长的候选人 都是讲说 这个就行政议决定嘛 就是人员会议决定嘛 他们就遵照中央嘛 中央有 他认为中央有这个政策的呢 他们全部呢 就全部遵照中央就对了啦 所以怪不得呢 现在有人在想说 投给这些国民党籍的县市长呢 就等于投给环英九 那这个是真的 从这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他是真的是这样子 他全部就遵照中央 这个是第一部分 我发现有 就是有气的地方 第二个我发现有气的地方就是说 有一些五党籍的 那这些五党籍的 当然包括克文哲 他在我们第二部分 因为我们的减能减碳的部分 我们要求每年减百分之五的用电量 还要再生能源百分之十 那他们就这几个呢 这几个非五党籍的人呢 他们认为他们有可能会打不到 但是呢 他们愿意以这个为参考 往这个目标来努力 那当然我们当初定 当初定这个百分之五跟这个百分之十呢 是 的确是我们要给他压力 也给他压力 所以呢 他们这些呢 当然就是用说 我们呢 像像克文哲讲的 我用这一部分呢 我用政策的 就是说等于是我的政策参考 政策参考 然后我往这个目标迈进 但是他不敢把握他有达成这个目标 这是有些会无党籍的 那当然 大部分 基兰 基兰 已经也给他们签署了 对不对 所有人签署 当然 所有签署的人只是某一些点有意见而已 譬如说 刚刚讲的国民党对 和一和和三有意见 和一和三的演绎他们有意见 然后和 和四的评鉴有意见 这个以外 其他的他们也都签了 就是其他的部分他们全部都签了 都同意了 他们都同意了 所以 我们将来 这些县市长呢 当前以后 我们又会用他签署的这个东西 把他所讲的东西呢 我们会要求 我们会追踪 要求他 就是说要照他所签的部分呢 来 来执行 来理 来就是说 来达成他自己的承诺 我们会继续来要求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我看到的一些比较 解的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当然另外一个是比较 我觉得就是说 有一些 不是 就是说 有一些县市长候选人呢 我们在网路上 怎么找 要找跟他联络 大概有差不多三十个左右 就是网路再怎么跟他找呢 在怎么找呢 都找不到他的资料 所以呢 我们没办法寄给他 所以这三十个人呢 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寄给他 也因此 这三十个人是完全就是我们没办法跟他们联络 那这些人都是比较是无党籍的啦 或是一些 比如说台北市有一些 根本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些人 那这个呢 也是 就表示说我们的这个整个 这个中选会也好啊 整个他的那个私信透明方面呢 是有在加强啦 还有就是 县市长候选人 这一些小 这一些 这一些比较不知 知名度比较不高的 这个县市长候选人呢 他们就都没有在网路上 没有很很认真仔细的来 把他们的资料PO上网 让人家看 所以难怪他们可能 有些人啦 当然我不是说前路啦 可能有些人到时候会写得很不好 这个是我另外一个感想啦 所以大概有三十个人是 我们没办法联络到的 因为我们没办法每一个人去拜访 前国没办法每一个人拜访 所以我们有三十个人没有联络到 在网路上 没有他的电话 没有他的Email 什么都没有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跟他们联络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大概 这一个 我们的 就是这一次大家的签署的情形 那我们会继续追踪 这一些 这些签署的先市长 他将来如果荡选的话 我想有签的人 三分之二有签的人 荡选的机会会比较高 高很多啦 所以 我们会追踪 追踪他们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再来就做一个 我们今天这一个调查报告 就由我来报告 我的今天记者会资料 其实有到后后九月 后边就是调查报告的内容 我想我们一切都是依照候选人的回应 来做统计跟会诊 当然做点分析 跟一点建议或是评论 我就大致地这样说明 这一次有县市长 三南包吾直辖市 有八十四位候选人 有三十位 我们几乎没办法联络上 那再来就五四位 我们发出了五四份的问卷 回收了三十四份 那包括像是台南 赖清德 或是屏东 他们他是用一个letter 或信来回应我们 在五四份里边呢 我们五四份的问卷发出去 问卷发出去 那有三十四份回来 我们就做这三十四份的统计 所以我们的回收率是百分之六十一 那很不幸有百分之三十九 没有回收 或是讲得不好听 就是不理我们 当然他的各种言议可能都有 包括他可能太忙了 也可能他的政见真的是太肉了 也可能他避免做一种承诺 那百分之六十一里边呢 我们就把国民党 民进党 跟五党集分成三个类别 当然在回收率来讲 国民党百分之三十二 在二十二个国民党推荐的 我现在讲的应该是推荐 还有一些是自行参选 二十二个推荐里边 只有六位回收 就是回应我们的调查报告 民进党十七位提名的 我刚刚讲提名的 十七位里边有十六位 来回应我们的这个调查文权 所以他的回收率百分之九十四 五党集的大致上差不多十多位 看怎么定义 十二位到十五位 有十位来回应我们的问卷 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回收回应 如果用分数来讲 真的是国民 这边是不及格的 那再往下我们这些各个证件的 二十项的证件 在这一个看板 但是在资料里边有更详细 大家如果看这个资料 或是拿这个档案来详读的话 我们二十项的证件 其实涵瓜的南瓜 那当然就包括说 环保的污染起地的 事实上我们也包括甚至 一个县市长职权上 他可能要审查这个环平 要核令 或是审查很多的都市计划 区域计划 这都是有关于我们环保 有关于我们的民众福祉 在二十二次项的这个证件里边 第一大项 第一跟第二就是 对核一核二核三 是不是第一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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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我如果簡單說這二十項如果同意 全部打同意 這是我們的設計 為了讓它簡單 那麼就符合我們環保團體 證件上的訴求或是我們的意向 那全部同意的 我們就說給那一百分 一項 第二項呢 我們總共有十九位都是同意的 那這個名單大家可以看這個資料 那當然我們會鼓勵或是 求向支持這些候選人 贊同環保政見 環保數據的候選人 那國民黨在有六位 他們有六位是對合一 合二 合三演繹 以及合四行見有所意見 當然這些意見呢 譬如說他們贊同 行政院的這個意見 他們核市場 譬如說要能夠封存 那當然也提到說 要考慮能源的需求 考慮這個核電廠的安全等等 當然這個應該都在整體的核能政策 必要的這個前提 那但是我們從核安的角度跟能源 整體的規劃配置 我們環保團體 當然是反對 不管是核一 核二 核三的演繹 或是核四的興建 第二大部分應該在第三題跟第四題 我們是對再生能源 對減碳 我們希望能夠每年用比較明確的目標 降低 就是降低 百分之五 這如果在四年下來 會降低到百分之八十一 就差不多變成八成 又變兩 那對再生能源的規劃 不管是發電容量 或是這個發電量 如果來成長 在現世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說 每年一起成長百分之十 用四年的這個成長率來講 它會成長四成 那當然這是我們期待 那國外其實這方面其實 有很大的這個成長 甚至十年來成長十倍 所以我們不管他們各個縣市的努力 當然每個縣市有它的環境條件 我們希望能夠每個縣市 當然擁有區域的 也是一個可能來成長 在往下的各個項目的訴求 大致上是都同意 那我們也請向各個贊同這些獲選人 這些詳細資料可以在這邊 資料看到 最後就是我們特別提出 我們真的是在公民參與的這個過程 對這個資訊的這個透明度或充分性 非常的不滿意 在剛剛講的 有的獲選人 我們根本找不到他 我們把它叫做消失的獲選人 好不容易有在 像是這兩天也有報導 我們這位台北市的市長獲選人 2號的趙遠慶 那看到他也有把他的地址跟電話 在這個選舉公報上公佈 這當然也很好 但是我們真的是 終於好不容易看到 我們說真的 現在可以在鼓來聯絡他 所以這部分其實我們對選委會 中央選委會 地方選委會 我們用了很大的努力去跟他們聯絡 他們都說個資 所以不願意提供任何的進一步資料 電話 電郵 地址 所以在一個這麼大的縣市場競選 有三十位 有三分之一的獲選人的資料是消失的 沒辦法跟他們互動 請問 我想我們還有很多貴賓也可以來提問 來評論這一點 最後一個評論是說 我們發現一些無黨籍的參選人 對我們的政見 或是對這種公民參議程序 蠻積極的 蠻積極的 我們對這些演義肯定 好 我的報告 簡短的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我們就來請幾位 我們發起團體的代表 我們發起團體的代表 那順便我就提到這個次序教導 請台教會 李中斌會長 謝謝 劉副會長 各位早 我想我這裡想要針對幾個這次的問卷裡面 尤其對第一點跟第二點 第一點是對於核一核二核三的 是不是想演義的問題 以及對核四的看法 我們就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這次我們講新北市 台北市跟銀蘭縣 在目前 核一跟核二 以及核四的影響最大的區域 還有叫金融市裡面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到 新北市的市長候選人 朱里仁先生 然後 台北市市長候選人 林瑟雯先生 然後那個銀蘭市的 國民黨的候選人 朱里仁小姐 我們看上位其實都沒有 都沒有宋傳和連鎖待 但是呢 我們來看就是說 以民進黨提名的 銀蘭縣候選人 林從田先生 那新北市的 劉錫坤先生 那 民進黨在這個 台北市沒有提名 如果我們看 台北市 目前最有聲勢的 這個 克文哲先生 其實呢 他們都有 天宋這個 國民黨回來 那 所以我們 從這裡 我們大概是可以思考的 的點就是說 中國國民黨提名的獲選人 要嘛就是說 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是 當然就是 並不太理會 整個台灣目前 公民社會的訴求 他還是忽視 繼續忽視這個台灣 這幾年來 公民社會興起的這個潮流 這可能是這樣 另外一點可能是說呢 他們呢 還是這個 黨 就是說 這個還是黨藝為主 那民意就被壓抑住了 所以說 基本上呢 就是說他們 那個 縱使他對這個 額濃的這個看法 跟 中國國民黨的 黨藝呢 是可能有不一致的 但是他們也不敢出來發聲 所以 從這兩個來看的話 其實對這個 台灣的民主政治其實都是有傷害的 那 往過來 我們來看 其實在這個 逃命圈範圍外的 我們看到其實是很多的這個 中國國民黨的這個提名的獲選 其實他們都有回應 那基本上 當然就是說 他們是跟這個 整個這個 國民黨執政 執政黨的這個 中央的這個 意見進步 他們是比較一致的 但是呢 我還是很佩服 這些這個國民黨的候選人 敬佩他們呢 能夠 能夠了解到 公民社會的興起 能夠回應這個訴求 那當然更 更令我讚佩的 當然是民主進步黨的候選人 幾乎啦 幾乎全部呢 都能夠回應到這次的訴求 就表示說 這個政黨呢 一直不斷的跟台灣的民意 跟公民的意思呢 就在一起 往前進 因為我們知道說 一個民主國家的進步 其實公民團體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麼 所有的這個政治團體呢 它要往前進 其實很重要 就是要知道這個社會的脈動 那麼 所以如果對這個社會運動團體的訴求 有警覺性 然後能夠跟從的話 那我相信這個政黨呢 它的成長是比較不可限量的 所以 我在這個地方呢 再次的呼籲就是說 中共國民黨提名的獲選人 如果你們要跟隨著整個世界的潮流走向 如果你們要了解到所有的代議政治 或所有的這個行政的行政權的權利 都是來自於人民的話 那你們一定要了解公民的心聲 也要了解到公民團體的呼喚 如果你們不能夠來重視這些的話 那我想你們必須心裡有準備 你們將是會被這個時代所淘汰的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公路門三公民執行長 我想我們上次公布了之後 當然希望更多人來簽 那我當時就一直在強調 我們現在所謂的黑心商品 就是成論不明 標示不實 我們過去都只能做以代弊的提 讓這些候選人提供我們政見 哪怕公報才知道他要做什麼事情 但我們現在公民團體 已經更積極的進步到 我們自己提出我們期待候選人 這些代議者應該做什麼事情 所以針對這些不願意表態的 我覺得應該很嚴厲的予以譴責 不表態那就是政治的黑心商品 他拒絕標示他的成分 他拒絕讓大家知道他在想什麼東西 我可以接受他回覆 可以是我沒有意見 或者我們還在思考 但是完全不回覆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以嚴厲的譴責跟踏伐 為什麼這麼講 大家要知道這次的選舉 有民意代表跟所謂的首長 民意代表他可以說 我也許在某些領域有代議某些少數的人 但首長他未來是地方的父母官 難道他對於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政黨 他也是用這樣的方法 拒絕去跟他接觸跟回覆嗎 如果他是這樣的個性跟特質 這樣的人合適來當我們的首長嗎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不要忘記了 你競選的是首長 你所要照顧的是 包含當時不提名不支持你的人 所以如果你連這樣的不同的一些陣營 甚至包含我們這次這麼中性的公民團體 都拒絕來回應的話 我們認為這樣的人是否私人首長 這個我們要打一個非常大的疑慮 那另外的部分也是 我們在這一次的政見的部分 所呈現的部分很重要的部分是 還是以環保的最基礎的人為生的為主 那我覺得馬斯諾的需求層級理論 最低的兩個層級是 生理的需求跟安全的需求 一個國家如果這個候選人 連這最基本的需求 都沒辦法提供給我們大家的話 他根本就不會是一個私人的一個首長 我們這次所有的這些內容的部分 就是在問他能不能符合我們 生理的安全的環境 跟所謂的我們生理跟安全的主要這些環境 所以我想對於這份這個資料的部分 不只是有沒有簽署 我想我們就環保環體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跟公民團體的角色 我們應該會持續來追蹤 希望這些的候選人 包含未來的當選者 應該要信守承諾去努力執行 那對於不願意簽署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以以嚴厲的譴責 甚至我們認為這樣的人 根本就是一個政治的黑心商品 謝謝 謝謝 再往下請看守台灣協會的孫研究員韋芝 她沒有出席 她昨晚太太生小孩 所以就在這邊缺席 不過我跟她聯絡 她大概有兩三個觀點 第一個有三分之一的候選人是消失的 這是非常的不正常 沒有辦法聯絡 第二個她也試圖用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跟莊賢會跟各地的選舉委員會來聯絡 她們都推出各自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 沒辦法提供他們的不管是電話電子郵件或地址 那這是很荒謬的 這是很荒謬的 因為各自法裡邊 對於公益的用途是有排除的 是不設限的 這些人今天在參與我們市長的競選 從登記成立以來 她應該就是公眾人物 所以沒有什麼各自的問題 那我們的選委會 那些任何人 你現在打電話進去 叫他們 我們破解的資料 一樣會得到這個回應 甚至我都建議說把它錄音起來 來播放 我們把這樣的法令做這樣的扭曲 是非常非常的失職 那當然最後我們也希望 在84位的候選人的這樣的政見 不管是環保政見 市政的政見 能夠政府單位 主辦單位能夠設一個平台 來呈現 來公佈 讓民眾很容易的就查知 或者得到這些個人的政見 那我們在想說 如果市議員 或是這樣的禮林長 有一萬多人來競選 那真的所有的這些市政的這些資訊 全部 全部善失在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反正就當作一團迷霧 那這個是我們公民社會 要引力推展之中 引力譴責的 我跟她 大概她的意見是這樣 看守台灣協會的意見 再往下就請 荒野百物協會 張經益理事長 張經益理事長 大家好 我想在選舉前 最後的這個時刻 公佈這樣子的二十項訴求 其實我在想 也是在提醒我們選民 我們台灣的公民 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理智 去思考到底什麼 才是我們真正要的未來 那其實這二十項訴求 其實都是在保障我們民眾 我們在台灣所有生命 很重要的安身立命的基礎 那如果連這樣子的一個訴求 我們都沒有辦法受到重視 其實我們怎麼樣 這樣才像一個永續 那我在想 因為保護協會過去 比較關注的是一個生態的思維 那其實到底我們怎麼樣去面對 我們耐以為生的這塊土地 是我們這個時候很需要去 嚴肅去面對的 到底什麼樣的發展的機制 什麼樣的我們的社會 社會建設或者是我們的所有的 這個任何發展 是不是有沒有辦法去顧全到 我們這塊土地的安全 我們怎麼樣去對待 我們耐以為生的這塊土地的 規劃設計和思維 這是我們的一個生存的空間 那我們很希望 讓這個未來的所有的候選人 在這段最後這段時間 是不是可以給予具體的承諾 怎麼樣去用生態系統的思維 去找到一個我們可以 台灣可以永續的未來的一種 我們面對我們生存空間的一種 理性的思維的建設 而不是只是追逐一堆的數字 或者是只是在 我覺得過去有很多的政見 其實我覺得 我們看了今年所有的政見 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創意 而且沒有真正的生態思維的思考 那我們很希望 我們的候選人 都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生態思維的思考 讓我們追求一個環境平衡永續的一種發展 謝謝 以下時間我們就開放媒體 提問 提問你也開放 我問一下 那那個就是你們寄問卷給他們 都有跟他們確認說有沒有收到 那如果他們沒有回 是因為是整份都沒有回 還是他們有表達說不想回 就是有沒有回應啊 還是就是你寄了 他完全沒有下文這樣 對 你有沒有要說明我們的辦公室翁小姐 不好意思 我 我 我可以 不要 不要弄英古語 就是我的稍微意思是像 我們在11月4號 統一發出去 即發 甚至於就是用郵寄的方式 一份是給客資來 那其他要不然就是用Email 要不然就是用電話傳真 都聯絡 然後11月5號 6號開始 我們就是一個一個地毯室 跟他們確認說有沒有收到 沒有收到的話 我再補寄 對 那每一個人一定我是確認說 的確收到 的確收到 那到了13號 我們是預定13號要回船的截止日 那在13號之前 12號我就開始提醒 每一個候選人也是地毯室的 這個54份發出去 那就是提醒他們 那有的人就是很賴皮 就會說沒有收到 可是我說某某某 在幾月幾號是由哪一位小姐或先生 跟我接觸電話裡面說 確定有收到傳真啊 那沒收到沒關係 我再補寄一次 就12號的時候 那我會跟他們說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12號 13號我們結束以後呢 我們會整理 然後在之後會開一個記者會 就是公佈這樣的結果 那一方面是給所有的候選人 很好的一個曝光機會 另外一個方面是給所有的選民 一個很好的可以了解 或是關心候選人和保證 建議題方面的機會 對 那就是這樣子跟他們聯繫 所以我是確定說他們都有收到 對 那你就是收到 還沒還沒問我 就是說收到有的沒有回覆的時候 還有打就是打電話或再去 對 為什麼你不寄 特別我 我們比較關心幾個比較大的候選人 對 特別是在 因為這些是指標性的人物 就是說指標性的候選人的話 特別是在台北市的話 聯繫文 然後新北市朱立文 然後這些我們 我有再跟他們推好幾次 那很可惜就是說他們 就是在不然像聯繫文的辦公室 他們就是說會 當然他們是說都是志工嘛 那志工媽媽就說 已經收到政策會 那甚至我另外一通電話再吹 他們會說 那不然你們自己去上網 去看我們的聯繫文的證件啊 他就會這樣子回應 所以那我們是進到那個就是 提醒他們再追工的責任 所以就是都只找志工嗎? 沒有真的找到他們 就是幕僚或核心人物這樣子 很難欸 因為在電話裡面 但這個會牽涉到以後 人家質疑你們 根本沒有找到別人你知道嗎? 我想我們得到的 我們一找的這些資訊呢 一定都是公開的資訊 只是中選會會有這樣的反應 真的實在是很奇怪 每一個人的傳單上面 一定他的小核心款帳目 他的email 他的電話 都一定會寫 我們都是用這種電話 我們不可能有連證 我們四人的手機啦 我也不可能連證 因為這個關係重大 所以你沒有聯絡到本人 他會直接說 我沒有收到或什麼 欸欸欸欸 選舉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聯絡到本人嘛 只有幾個 五黨籍候選人 因為他那個很小規模很小 你說柯P的 我們怎麼可能聯絡到柯P 所以柯P也是找志工 對對也是找志工 只要公平都找志工 對啊 對 對 好那各位 那是還有其他說明或什麼意見 其實我普通說明就是說 我們也聯絡獲選那邊 他也說 你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證件 或是說我們也有很多文權品 其實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面對 其實是一個一般公民的這種態度在面對 所以說我一般公民打進去 可能真的是一個志工接的 這是 但是我們也很誠懇跟他講 這裡面有二十八個團體 在這樣問選 這是我們已經很清楚表達的 所以大概有不少候選人 或是他們的主要競選人員 是不怎麼理會這件事 這可能是我們直接的感受 謝謝 我們再看看還有哪些提問 或是給我們指教 我大概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之前我們大概很多團體 也有做連署 但我們公路盟11點 也有一個類似的記者會 一般我們候選人在登記的時候 他會寫一個所謂的聯絡的方式 但是會讓他勾選他願不願意公開 我們只能講 你如果今天作為一個候選人的話 我們當然希望資訊是公開 特別是我們認為首長的層級是更高的 所以我沒記錯的話 大概是以那份資料上 他公開與否來解 所以我想應該沒有 這應該沒什麼理由 因為那是你自己在登記選舉的時候 所寫的聯絡電話 所以你應該要有一個敏感度是 如果這件事情是那麼樣的嚴肅 嚴重的話 你應該告訴所有的志工 正通電話是我們對外聯繫的電話 所以我覺得這部也在證明 這個首長候選人 他有沒有能力來做自理跟管理的部分 我覺得這應該是會非常公平 所以我們只能講 的確這個登記上 有很多人是不願意聯絡的方法 那這個的確會造成我們的一些困擾 另外一個是 如果這個是你自己登記的電話 你當然應該要有敏感度來提醒 你所有會接電話的人說 這是我們對外公開的電話 那我覺得這部分應該是 是頗為公平才對 所以你今天透過你自己公開的聯絡電話 來聯絡 你說找不到 那個還要再用其他方法 我認為這可能對於公民團體來講 有時候力有未但 當然我們也努力 但這個的確是一個為難 謝謝 還有各位指教 不然今天記者會就到這裡 非常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